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一玉兰 为了达到行政院宣布全国公立高级中等学校以下班班有冷气的政策 花莲县教育处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和县政府经费投入下 冷气装设工程已经全部发包 预计在111年2月完成全县各校冷气的装设 为了达到行政院宣布全国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班班有冷气的政策 花莲县人物教育处表示 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与县府经费的投入之下 冷气装设工程已经前述发包 花莲县工程有125所国中小学 由于部分学校近年来已经入息完成班班有冷气的目标 因此这是总共装设3600多台冷气 冷气装设工程主要是分三个阶段 电力系统改善冷气装设以及能源管理系统设置 整体经费约5亿8千多万元 有配合国家冷气的政策的部分 教育部是核定5亿8千多万元 那包含办理三个事项 第一个是电力系统的改善 第二个是冷气的装设 第三个是能源管理系统 而这三个部分呢 我们在今年的3月到7月都已经全数绝标 预计会在今年底最晚明年的2月之前 会完成办理 让各位学校在明年的暑假之前 有一个冷气可以使用 而在电费的部分 目前依照教育部的政策 会以一般性补助款补助给各个学校 而教育部今年也已经预核定明年的冷气的电费约1千4百多万 我们也会依照实际的需求 再跟教育部来做争取的经费 实际补助给学校 为一部分学校原有电力设备老旧 为了因应冷气装饰的需求提供足够的电力 并且维护校园的安全 电力系统改善方面所需的金额最多 耗时也相当久 不过华林区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的东北老师 目前全数已经顺利发包 预计在110年夏季来年之前 各校都能够半分有冷气 记得加入药师父老